嗨 大家好 我是路江 我最近把整個Youtube都翻過了一遍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有很多人分享和日本人的文化差異 還是在日本的文化差異 但是好像不太有人分享和日本人交往之後 受了哪些影響 或是為了關係的和諧做了哪些改變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我就是來做這個分享啦 那我們開始 第一個 感恩的心 感謝有你 謝謝 對不起 一天都可以講20次以上 之前有網友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之前覺得我和文當很不熟 一直說謝謝還有對不起 很客氣 很有違和感 但其實我們兩個是熟到可以在對方面前挖鼻屎啊 或是放屁這些可能一般人會覺得比較不乾淨的 生理反應 可以讓日本人放心挖鼻屎 嗯 對 放心挖鼻屎是要有很深的關係 要看到日本人挖鼻屎 我覺得比看到極光還要難 真會的鼻屎 大家都知道呢 日本人非常的重視空氣 還有體恤對方的心 在日本的社會裡面 比起自己的權益 比他們更在乎大眾的利益 或是團體的和諧 所以講話的藝術非常的重要 反正你就是要講到讓對方覺得心情非常的爽 我跟文當是連拿衛生紙啊 或是拿油空氣這種很小的東西 都一定會跟他說謝謝 甚至文當回老家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還會跟他說 忙碌的 抱歉 但是很開心 謝謝你 電話給我 謝謝 然後文當就會非常非常開心的說 嗯? 我喜歡 但其實我在講那句話的時候 我的內心是連一點點的一點點的抱歉都沒有 哈哈 不管是多小事情呢 都要常常表達你覺得很感謝 還有抱歉的心情 會讓日本人聽了覺得非常的 然後呢 他就會願意為你做更多的事情 其實 這些都是套路啦 第二 講話為晚 這個真的是最定番 而且應該會看到很多人都說 日本人覺得台灣人講話非常的直接 之前我們的影片也分享過文當 他覺得台灣人講話 台灣人就是我啦 對 他覺得台灣人講話非常的直接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些影片 都沒有跟大家分析到很詳細 但是其實 日本人的直接 還有委婉 跟台灣人認為的直接跟委婉 是完全不同的level的 日本人非常不擅長拒絕 那不只是不擅長面對對方被拒絕後 傷心難過的反應 他們也很難去跨過自己心裡 要拒絕別人的這一關 我們台灣人是不覺得會怎麼樣啊 可是對於日本人來說 你要跨過的那一關是很難的 就是由你去拒絕別人這件事情 尤其是我在日本生活久了啊 有些聽到也會覺得 啊 好直接 可是其實我的台灣朋友覺得還好 那以下我舉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你幹嘛都不打給我啊 你是不是不愛我 你怎麼都沒有打給我 你怎麼都沒有打給我 你為什麼沒有電話給我 昨天一人在家裡 有點寂寂 剛才以上那個例子呢 台灣人認為的委婉 就是有點懷懷的說 你怎麼都沒有打給我 但是日本人會覺得自己被責備了 對方在跟我要求的東西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個也是有一點點直接的講法 剛才日本人那個委婉 大家可以注意 他不是直接說我想要講電話 是還要再透過一個理由說 我有點寂寞這樣子 只有一個例子不夠嗎 那我們再提個例子 欸很晚了我想睡了你要不要回家 差不多已經有點晚了耶 大家可以注意這裡他們不會直接講說回家 這兩個字 就是問你的最後一班電車是幾點 明天更早 這裡委婉的方式又更加委婉了 他們會期望對方聽到這句話之後說 對啊 啊已經這個時間了 然後連接到要回家這個部分 再給大家最後一個例子 大家應該都有那種被日本朋友邀請去吃飯 或是你邀日本朋友去吃飯 他們都跟你說會去結果沒去的時候吧 那這個也是台灣人很困擾的地方 那在這裡也跟大家舉個例子 日本人的直接跟委婉會是什麼樣子 蛤那天我不想去耶 但是即使被這樣說 台灣人通常都不會太在意 打哈哈就過了 可能還會問幹嘛不去啦 這樣子彼此講一下幹話 啊我那天有事耶 不太方便 這種時候呢 台灣的朋友們幾乎都會接著問 那你哪天有空啊 趕快約趕快約啊這樣子 啊啊那天有空啊 對不起 通常這種時候 日本人也不會繼續再追問下去 因為大概知道的意思 除非說拒絕的那個人 他之後再提出另外的日期 可能才代表他是真的想要去 欸? 我要去! 但是 要確認一下 然後再聯絡一下 啊 去吧 來了 日本人的拒絕金句 去吧 去吧 可以的話就去 這句話對日本人來說 已經是拒絕的意思了 但是台灣人通常都會抱有期待 而等待人家再次聯絡你 約下一次的機會 就是有如以上的不同 這三個幾乎都是我真正發生過 不然就是我身邊的人發生過的 我覺得日本人講話的委婉程度 真的是一門藝術 要在日本長期生活 可能才可以學到其中的精髓 那我們台灣人通常會覺得很麻煩啦 可是 久了之後也真的會習慣 如果你講話本來就是屬於日本人 那種委婉的方式的話 或許你還蠻適合在日本生活的喔 或許看影片的有很多人都因為講話 直接這件事情跟日本人的另外一半 有常常吵架 那在這裡跟大家說 有一個另外的思考邏輯 自己以前跟文當吵架 他說我講話不夠委婉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覺得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要怎麼委婉啊 因為我只是把我想講的話 從中文翻成日文而已 如果有委婉的文法你要教我啊 因為我是日文學習者 我並不知道你們的委婉的講法是什麼 可是我後來發現 並不是講日文的方式或是文法的問題 而是日本人在講話的時候 他們會用理由或是建議的方式去講 日本人通常是不會講出自己的目的 我們台灣人就是想要什麼就說什麼 我這裡不是說商人的話喔 就是普通的你想要幹嘛你就說出來 那日本人不一樣 他們是講理由或是建議 來讓對方去議會去猜測 你真正想要說的是什麼 其實是關係很親密的另外一半也是這樣 例如說你今天跟另外一半說 我覺得這樣做比較好啊 所以你就這樣做嘛 可以改成說 這樣做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可以試試看 就是不要用支配或是命令的方式去講話 第三個是聯絡頻率 因為我自己沒有太多 和台灣男生交往的經驗 所以應該不能說是我改變 算是我察覺吧 也是剛好滿適合我的 是我之前在過年回台灣的時候 我的表姐看到我跟文當整天都沒有聯絡 她覺得非常的震驚 我就是把我跟文當的line 當成留言板一樣 我想貼什麼就貼什麼 那我也不會在乎她有沒有已讀 或是有沒有回我 那我們晚上也不太會講電話這樣子 因為有很多人常常私訊問我說 日本人是真的很不喜歡聯絡啊 為什麼我交個日本男朋友 他感覺都不太回我的訊息啊 我日本男朋友都不理我欸 他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有小三啊 那雖然每個人的狀況不同 但是日本跟台灣比起來 真的是聯絡頻率比較低的 因為日本人把工作還有私人分得很開 所以本來分給私人的時間就會比較少 他們幾乎都是以工作為重 那私人呢 他們又會分成自己還有他人 所以分給他人的時間又更少了 因為日本的社會呢 普遍都是追求獨立啊 或是不要侵犯他人的私領域 但是我有很多台灣朋友會覺得 可是我應該是要在他的私領域裡面啊 他的私領域裡面怎麼會沒有我 他有時間打電動和看漫畫 他為什麼不傳訊給我 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 明明只需要一點點的時間啊 可是對日本人來說 打電動和看漫畫就是他們的私人時間 跟他人的時間是分開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 台灣女生跟日本人交往之前 可能需要克服的文化衝擊 跟文化差異吧 雖然我還有很多想要分享給大家 可是礙於影片長短的關係 我今天就只分享三個啦 是我自己覺得跟日本朋友相處 或是跟文當相處我改變的地方 還是我自己覺得有文化差異 導致可能會有爭吵的 或是不理解的地方 那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大家啦 也是一樣 我覺得文化沒有上跟下 也沒有高跟低 只是一定要理解跟尊重啊 那也希望大家在日本的生活很順遂的同時 也可以把握自己心中的那根心 可以筆直的生長也不要有曲折 人在外地很辛苦 可能都會有很多不適應的事情 希望我今天這個影片呢 可以讓大家更知道日本人的習性 也可以讓可能不太開心的觀眾呢 可以轉個彎 就是可能可以開心一點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都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啊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登登 我的日常生活更新都更新在這裡 現實動態也更新的比較頻繁啦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inst 好啦 那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會見到 更新的影片 您可以把影片放進我的影片 此為何讓我訂閱 請看 我們可以下載 請按摩 請按摩 按摩 按摩 感谢观看